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赛后点评站 我是丽婷 我是马辉 那真的很快 现在12月份 距离我们这个赛期的结束 已经是剩下最后一个星期 不过当然在这个12月5号跟7号这一天 我们就留意到 陈寅旺的斗心是非常的强 难得了 在最后阶段来一个高潮 是 不过纳迅也厉害了 连续三年 都立抗那些人家去追赶上 对 你们后面要追就追 但是我还是有条件 立竹子你们 前年就是麦菲文追到平头 但是亚军不够大多 去年货卡 也追到最后没办法才投降 今年以为没有什么疑虑了 结果又来一个陈寅旺 对 现在头就差两场 但是因为亚军纳迅多 所以最后一个礼拜 陈寅旺能不能超过纳迅三场呢 他就是冠军了 是 而且最主要就是 他星期五的时候 纳迅是赢两场 然后陈寅旺只是一场 可是星期天的时候 陈寅旺一连一举赢下 四场的这个投马 而纳迅没有投马进账 可以说是大爆发 真的是爆发 而且那些你觉得好像 可能不一定有条件 赢马的马匹都赢出来 特别是第一场赛事 他爆大冷 爆完大冷之后 再来一匹真的是厉害了 对 那星期五的时候 先谈一谈一匹 就是陈寅旺旗下的马匹 好消息 这匹马他厉害了 在那场赛事就是双龙出海 结果也包办了第一名还有第二名 我们说的他带那个电兔来 对 因为那个龙藤这是帮他开路的 我们来看看 好消息在那场赛事 这基本上是后上型的马匹 但是后上型的马匹 又怕那个步速不够快 所以陈寅旺就派出这匹龙藤 龙藤的前书有目攻堵的 所以很快 在前面龙藤已经是把这个速度拉得非常的快 守在第二名就是幼灵队长 在后一点就看到有来头不少 不小 在后面就是阿巴特 然后才是这匹头马 好消息跟着第五 跟着这个位置 对他的后上能力就非常有帮助了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龙藤没有把那个速度拉慢 放在前面之后 可能内马区就说了 你在前面尽量快走 走得越快 对好消息就越有利了 直升的时候 龙藤差不多要停的时候了 好消息散在中间 龙藤事实上没有停的 如果不是好消息是他旧旅的话呢 可能龙藤还可以迎接场赛事的 但是现在就很稳健了 两匹都是陈英湾的马匹 前领的龙藤 后上的这匹就是好消息 结果后上的马匹当然是通常比前领马匹好一点 特别是龙藤把这个速度拉得这么快 下来看看这一个走位系统了 在前面领出来的就是这匹龙藤 然后呢一个马匯之后就是这个好消息了 那好消息当时是由见习生来测其他 而龙藤呢则是大师傅这个文佩利的坐骑了 不过在之后阶段呢 还是让这匹好消息给越过 而且最主要就是这匹好消息呢 它在星期五的晚上啊 它是属于降级作战的 刚刚从第三级降到第四级呢就不等了 而且是立刻动手 在那场赛事呢真的是赢得非常的漂亮 看看转入直城的时候呢 龙藤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还看到其他马匹上来 包括有一匹龙卷风 不过龙卷风跟龙藤的这个实力呢 看来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反而是这星期五的第三场赛事呢 就是由这一个陈寅旺呢 包办了这个冠军和亚军 而且两匹马的这个跑法真的是一放一追啊 看来陈寅旺真的是有心去争夺这个冠军内马士 因为不单止这场赛事 它派出两匹马 往后星期天也是 几场赛事呢都是由一个战术来跑的 对 然后都要让人家在临场的时候 在想到底主力是哪一匹啊 对啊 它心中才有数了 我们就要猜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它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反正现在龙藤也不是输吗 跑一个第二名吗 可能当时他也想如果龙藤你有本事领到完的话 那你就领到完反正都是我的马嘛 对啊 它最重要就是保证这个部署 不会给别的马匹害到很慢 总之呢你有正常的部署 你们发挥怎么样就这个马匹本身的事了 对 我相信往后这个龙藤再出来呢 应该也还是会有不错的这个走势 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呢到了另外一场赛事 我们就留意到有些马匹确实在短途赛事 怎么都没有办法赢 但是他一在中距离的这个赛事开窍了之后呢 就一赢再赢了 说的是罗马鸡呢 当然不是每一匹都能成功 但是如果成功之后呢 他继续跑这个赛程呢 我们真的是不能再看清他 因为这些年轻马匹有的是体力 他们一跑的这个进入状态之后呢 很少会突然间走样 对 所以这匹罗马鸡呢 在星期五的一场赛事呢 就让他再下一城 而且同样是中距离的赛事 来看看他的走势 他也是非常有力 因为他赢的那场赛事呢 是未夺边马的赛事 然后今天就不需要去第四级 罚去第五级 这样子的安排呢 当然就是前面做了很多功夫 把马匹的那个评分调到那么低 调到那么低的时候呢 因为你30多分赢马 你赢完之后呢 你都不到这个48分 不到这个48分的时候呢 根本不用去这个第四级 所以罗马鸡 赢完这个未夺边赛事之后呢 再赢这个第五级也是春里成长的 然后你看这个赛事的走势呢 就是多利波在前面领 然后呢跟在第二呢 就是康纳上将 就是有票的马匹 那首在第三位呢 就是这匹罗马鸡了 当然显文洛奇这匹马呢 也是有他的功劳 因为他把这匹 不是说厚劲很强的马匹呢 跟着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个位置通常我们就说迎马的位置 因为前面有马匹开路 旁边有马匹遮挡 只要你把那个马匹的速度稳定下来 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厚劲 这个位呢通常就是一个头马的单身 所以罗马鸡从出闸到这个最后支撑的时候呢 都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保证这匹马呢 不会是没有机会增胜 所以支撑的时候呢 多利波也是把那个前进的路上呢 打开门给这个罗马鸡出来 这样子呢就是对他来说的 根本不用这个取位的问题 很容易就是内南位置呢就冲出来 所以结果在最后短边相接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后上的马匹呢 会赢这个前脸的马匹 所以罗马鸡很轻松 连续两场赛事在前六公尺呢 就是顺利赢出来 好了看看这个走位系统 守在内南位置的就是这匹 绿色彩衣的罗马鸡 罗马鸡在星期五的赛事当中呢 就配上了显文诺 那显文诺也是受伤 休息回来之后呢 算是状态恢复了 也帮助这匹罗马鸡呢 在这场赛事赢得相当的轻松 在内南领出一个马尾罗马鸡 然后后面上来就是这匹 临场也是有蛮多支持票的 八号马鸡多利波 转入直升的时候呢 多利波这匹嘛 看来是草地的演出又比沙地更好 不过因为最近在沙地几场赛事呢 算是跑得比较接近 所以今天在这场第五级的 千六公尺沙地赛呢 他临场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支持票 在最后阶段呢 是斗这匹罗马鸡 不过罗马鸡本身 有一定的这个候上能力啦 所以呢在这场赛事呢 他是摆脱了这匹呢 八号的多利波 另外一匹呢 就是看来最近呢 已经是频频扣关不遂 但是又难赢的这个康纳上将 对于年轻马鸡呢 你可以看清他在某一个赛程不好 但是你千万当他改变赛程 有这个表现的时候呢 你就要改变你的看法 对 不可以说 那场赛事可能只是侥幸啦 因为他是候补出来 然后让赛夫廷帮他赢嘛 但是你看他今天又在这个 第五级的赛事 可是跑千六呢 他就赢得很精彩了 而且很多时候呢 年轻马鸡的那个难关 不是在第五级 而是在第四级 对 冲过第四级 他们的难关就在第二级 这个永远要记住的 所以相信这匹罗马鸡 接下来 如果他是升上第四级 你就要小心 可是如果他去第一级赛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稍微 看一看对手 对啊 马鸡最重要 就是按部就班 因为他会随着那个时间 慢慢进步 慢慢成长 你不要跳得太快 他可以适应的话呢 他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是 当然也有些马鸡呢 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有一匹马呢 它明明就是长一点的 这个赛程才可以的 但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一休息回来 哇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就是春雷啊 不单只是春雷这个月城出击 星期天有一场那个低级赛事 连续几匹不同 这个赛程不对的 最后都跌票 是 应该有接见义的吧 对啊 赢不了 但是你很明显就是 那马是了解 到这个季尾的时候 那是毫马不在的 不在 所以你月城有这个条件 对 所以就要把握机会 这匹春雷就真的在星期五的时候 把握条件赢马了 来看看他的走势 对啊 他本身实力呢 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出名的 他不是说那些完全没有战斗力 他赢了四场赛事 不过呢 最近可能就是因为 评分的关系呢 他就没有说是 这个年轻时候那么稳定的演出 不过在这场赛事呢 很多时候都觉得 这个赛程是不是不合呢 但是事实上 他在赢这场1000公尺之前呢 已经跑了两场的1100公尺 不过当然那两场赛事呢 非常冷落 让人觉得呢 他真的是不行 他真的是在减分 没想到 在这场的1000公尺呢 他反而跌票呢 他反而是不是200多块钱呢 他是好像是50块左右的那个价钱 一找我们就发现 这匹马怎么可能这个票好像不对呢 结果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 这匹马在直升的时候 你看一拉到中间的位置 前面那些马匹呢 都到这个梅丽的时候 松大里一定是很辛苦 越过这个潜艇追风宝具 最后好像不能坚持的太多 春雷来了 一来了就没有办法挡了 所以结果就是顺利的赢出来 好了看看这个走位系统 在前面就是这匹追风宝具 然后呢就有宋大里啊 还有五号的巴雅风琴 但是这几匹呢 都是属于前令型的这个马匹 在前面墙领放把步数 拉到47.79秒 在800公尺路段的时候呢 就是这匹后上的这个中长途赛程的 马匹春雷赶了上来 他在最后阶段呢 就压倒了这匹原本已经先出头的宋大里 转路直程的时候呢 追风宝具先在前面领放 然后呢 领场也是非常多支持票的 巴雅风琴在追他 跟着就看到宋大里 宋大里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走势是非常的这个强劲 已经是看他越过了这匹追风宝具 但是后面再上来的这种马匹呢 包括有加托黑猫还有这匹春雷 加托黑猫其实本身也是一匹后冲能力强的 这种马匹 可是没想到呢他在这场赛事 没有办法凭着这个快步速赢嘛 而反而让这个中长途的马匹春雷给赢出来 春雷事实上刚才也说嘛 他在这个1100公尺热身那场 两场赛事越跑越接近 只是我们负略他而已 因为总是觉得他要长一点才行 所以这个暴冷有他的理由 只不过呢太多的马匹你见顾不来 是一方面可能真的步速快 所以就有帮助到这匹春雷 对而且他也是很聪明 就是换纹螺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大师傅特别厉害啊 好了我们看过了星期五的这三匹马 来看看这个裁判报告有哪一些 星期五的裁判报告呢 这匹一场二号的快快赢是流鼻血的 二场四号九六动力扣流接受检查 四场三号罗马金 左前提提铁脱落都能够赢马 然后八场一号的天速呢 是左后提提铁脱落 而八场十号的神奇之星呢 则是马鞍华仪 我们总结星期五 十二月五号这三匹马 三场一号好消息 旧旅开路 对他来说是帮助很大的 跟着有四场三号的罗马金 看来中长途才是他的出路 而七场七号的春雷呢 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 平地一升雷 好啦跟大家介绍过了 星期五这三匹马的情况 我们先稍作休息 稍后回来继续锁定 赛后点评赞